就您好老蔡 您好您好您好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自己哪年出生的 什么的成长环境 好不好 我就开始对 那个我是1956年 11月在南京出生的 出生在一个路叫做中央路 也就是在周围的环境 大概就是有一个著名的玄武湖 还有其他的就是左边和右边 都是以前的民国时代的 比利时大使馆和法国大使馆 那一代呢 就是以前也有国民党时候的 南京的警备司令部 后来解放以后呢 就变成那个江苏省军区 所以大概是在这样一个地理环境里 围绕着中央路 然后小的时候呢 能记得的一些事情呢 也就因为出生的是五六年 所以之后就开始了自然灾害吧 你知道那个 我这个闹饥荒啊 所以那个时候也就是 虽然我们家的条件还可以吧 因为父母都在机关里面工作 周边的一些 弄堂里啊 街上你们都看到啊 很多这个铁匠啊 小铺子啊 卖山芋的 这些环绕着这条中央路 这条街 所以能够看出来 当时的人民辛苦是非常辛苦的 也就是自然灾害 十岁那一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 灾害完了以后就开始文革了嘛 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有一天这个是夏天 夏天我老爸跟我说 明天他这个不上班要去省级机关 看那个省委 江苏省委被那个武斗啊 那个场面已经被扎烂了 省级机关啊 被冲击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就 我是积极的要求啊 因为非常的感兴趣这种 这种场面会是什么样一种场面啊 所以周末的时候就跟他去看了 你就看很多的柳条帽啊 钢盔啊 还有这个铁棒子啊 还有这个沙堆啊 那个就是战后啊 武斗之后的那个场面 那个时候印象非常深刻 十岁 十岁的时候 十岁正好文化大革命吧 九六六年啊 然后那个时候 发生的事情太多 有时候想想 啊 你比如说那个时候 开始挖挖挖那个防空洞啊 嗯 有一段时间 文化大革命那段时间 也是跟苏联闹矛盾 中国反地反修嘛 嗯 所以到处在挖洞 机关里啊 各个单位里嘛 然后就跟着那些人去挖 然后院子里有一个小伙子 非常棒 他就在我们的院子里 这个院子呢 以前是啊 民国时期有一个啊 大商人啊 原来是他住的地方 解放以后他逃走以后呢 整个的院子就变成了江苏人民出版社啊 职工的书社 所以围墙里面呢 这个有一个有有一个比较大的孩子 他领头 说是也要挖洞 就在那个那个院子里挖 然后我们也一起一块跟着挖 也那个时候 谁知道啊 就是怕原子弹打过来 所以那个时候整个 你现在回想起来 那个时候 整个是一种疯狂 世界末日 其实跟今天也差不多 嗯 大概的印象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上山下乡嘛 一步接一步的 嗯 15岁的时候啊 就跟着父母下放 啊 因为那个时候啊 毛泽东啊 就是一个干部去农村去改造思想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下放到昆山啊 啊 昆山也就在江苏嘛 啊 下去以后就是在农村里面 待了三年 上农村的小学 那个地方叫江苏省昆山县 啊 有 有一大队 啊 有一小队 第六生产队 哇 然后做的这个 茅房子嘛 地上全是那种泥巴地 啊 煮饭呢 就是大锅啊 那个时候叫 那个叫做灶 嗯 灶台 一个土 灶台 对 然后你那个时候就知道 啊 往那个 躲在灶台后面 我我家里面人做饭的时候 我就是烧火 负责烧火 夏天的时候就去 割那个 割那个稻子 田里面 跟那个农民一块 啊 然后 而且昆山那个时候你知道是 血腥虫病污染的地区 那个地方 哇 中山区啊 哇 听说是日本人吧 日本人 把那个 血腥虫给 给给给给 给弄到了那个河里面 啊 当时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啊 我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日本侵华的时候 因为他们是从那个 啊 上海那边打过来的嘛 嗯 沪中战域 沪中战域 昆山 太仓 沿县一带 全被那个日本人侵占的 啊 所以那个血腥虫病 我到了农村 看到的第一个场面 就是 出伤 就是一个血腥虫病死掉的人 哎呀 嗯 然后就是看着他 啊 躺在那个木板上 而且 他们 办伤事的时候 把这个死人都抬出来了 面黄肌瘦 然后肚子呢 巨大 像个孕夫 嗯 他们说里面就是覆水了 嗯 嗯 覆水 就是 水就积压在里面以后呢 他 也 营养就堆积在里面 没法 医学上不知道怎么解释 然后就看看 看 看着这个僵尸啊 然后旁边就开始 宰猪了嘛 嗯 挖了一条猪 然后 当时反正是 根本也是吃不下 吃不下来 肯定是吃不下 那个对 看着面 就是死人就在你面前了 那个 场面是非常 啊 对 然后父亲 调到江苏人民出版社 调回 啊 沈文化局 然后到出版局 我是因为老爸 为了减轻我妈的负担啊 把我带着 跟着他 跑到那个 回南京了 嗯 那个是19 啊 1973年 已经是1973年了啊 正在上高中一年级 回南京以后 啊 发生的情况啊 就 啊 很快就 因为跟几个 啊 原来出版社啊 或者是海军学院的孩子啊 啊 以前都是 父母的朋友啊 所以跟他们的孩子就在一块 最后就发生了 呃 江苏省的重大事件 干部子弟叛国投敌 现行反革命集团 然后就是 那几个小孩 他怎么会变成 高中生 怎么会 会有这样的帽子 还有一个是 啊 啊 已经在工作了 啊 他们都是单位里的同事 我父母单位里的同事的 孩子 而且从小的时候就认识 因为 从农村回去以后 你 你就找一些老老 啊 老朋友吧 以前 是 所以啊 也就是说 回去以后 和他们还是一拍即合的嘛 因为 从小的时候 下乡之前 以前都是都是认识的 嗯 他们干了些什么 就扣了这么大一帽子 就是因为当初 我跟他们说啊 啊 就是啊 中国啊 没有没有什么自由 啊 所以那个 啊 15岁的时候就萌 萌发要要要 去海外 啊 那个时候 林彪不是那个 叛国投敌吗 啊 飞机 在那个 沃尔汉 那个 坠毁 啊 所以我们只知道 外国就是苏联 那时候 啊 其他的国外的 在脑子里 就是根本不会 比如说美国欧洲啊 想不出来 想不出来 也不知道是什么一个 无相和没有任何任何的信息 嗯 最多那个时候接触到的 就比如说 你可以想想啊 那个时候还有台湾 还有香港 所以还弄个敌台 台湾的敌台还可以偷听一下 对 然后就是这样 啊 苏联嘛 他当然是以林彪事件爆发以后吧 所以那个时候就认为啊 我们啊 应该去苏联 嗯 其中一个孩子啊 就是跟我差不多年龄的嘛 因为他他原来老家是在黑龙江的 哦 父亲是海军学院的干部 然后原来在苏联受过啊 训练的 哦 他说我们应该从黑龙江去黑龙江 去他老家 嗯 然后当时是小孩子你懂吧 对对对 我就说 十几岁嘛 以后对 你摸不住边界 你不知道往里走啊 嗯 他灵机一动 他说就叫那种当地的那种 地富反坏 又叫那个当地的地主 坏分子带路嘛 哈哈哈哈 所以就聊着说着 嗯 但是呢 当初是确实不知道往哪里跑的 嗯 第一步呢 咱们先去找啊 上海的亲戚啊 有个朋友嘛 另外一个朋友现在已经在无锡了 所以就沿着这条线我跟他出发 就先找到我们的同案犯 也就是第三位 第三位的小时候的朋友 然后到了无锡以后呢 拉上他 然后一起到了上海 嗯 到了上海 你怎么你是坐火车啊 你也没有钱买火车票 对 钱买火车票吗 呃 钱是那个那个 赵军嘛 因为他 他在工厂里工作 所以他有那个 呃 不管工资多少 反正他 他那个时候火车票也不知道多少 嗯 嗯 几毛钱 几块钱啊 就到了 他他还是能付得起啊 嗯嗯嗯 然后到了无锡上海 就是找亲戚 在他们那吃饭吧 因为那个孩子也 我身上是反正是 分文没有的啊 然后只能去找亲戚家里面吃饭 那 然后这个时候呢 因为在南京的 我的父母和他们的父母都发现孩子突然失踪 嗯 学校里也不知道去向 嗯 所以他们就着急嘛 嗯 他们 我父亲当时还写了一个 我的那个菜园的那个 每一天啊 他的记录 关于这个事发的这个每一天的情况 他们跟踪的情况 嗯 他们开始分头啊 嗯 找我们 啊 那个赵军的父母就是找到了 在上海找到了我们 嗯 因为我上海的亲戚也报告了我的父亲 说我我也在上海 嗯 所以就把我们从火车上 找到了以后我们就跟他们回了嘛 嗯 因为就是到了上海以后不知道 下一步往哪里去 也没有钱 也不知道火车怎么可以 去黑黑老江 嗯 下一步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 叫地主带路 这都是当时 小孩子的 对 下说八道啊 回来以后 回回来的路上 他的父母就问 问我们 说你们跑出来做什么 突然的离开家 家里面非常着急 当时回答他们 也是不知道这个事情严重性 对不对 就说我们 我们就是要出去 要投奔自由 这种 这个说了以后 回去以后就 回到南京以后 我的同案犯就 马上被逮捕了 因为父母 因为都是共产党的干部 他们如果包庇 自己的儿子有这种 叛国倾向的 哪怕是 言论和思想 那就是对党的不忠 因为那个时候 你知道文化大革命都是 家庭之间 互相出卖 只要你是反党反毛泽东的 都会出卖的 你只要跟主旋律不一样 那个时候中国人 就是完全疯了 所以报告了以后 公安局就首先把他逮捕 逮捕了以后 调查嘛 关在那个 娃娃桥监狱 原来日本人的监狱 现在是没有了 这个监狱已经拆了 然后我那个时候还在上 高中一年级 在宁海中学 南京第45中学 有一天早上 那个有一个老师啊 正好学校开大会 然后有个老师 他跑到我教室里面 他说你 你菜园你出来一下 到校 校门口出来一下 有件事情 然后我到了校门口 看了一个绿色的吉普车 停在校门口 然后上面下来两个人 他就跟我说 他拿了一张纸头 那张纸呢 就是逮捕通知书 他就读了一下 是个反革命 逮捕反革命分子蔡元 逮捕令吧 然后另外一个人 就把我这个手铐啊 一铐 然后就是放在吉普车的后面 然后路上就听着 一路的警车的呼叫啊 送到了江苏省的那个 娃娃桥监狱嘛 这个事情很长了 就是到最后就是 关了三年嘛 监狱的生活啊 监狱里的情况啊 因为当时是政治犯嘛 而且是我那个年龄是最小 所以还没受多少罪 实际上受很大罪了 但是肉体上没受罪 精神上受刺激 因为那些 犯人都是要挨揍的 比如说你在听广播的时候 不能交头结尔啊 不能这个违反监规啊 如果一旦违反就拉出去 就是要揍啊 要要惩罚 我一次我跟那个 有一个犯人 这个这个人 他说他是复原军人 在听每天晚上九点钟 听那个 广播 就是那种宣传的广播嘛 说话 那个老虎窗子打开以后 有那个警察的眼睛一看 这两个人说话 然后就指指指那个人 叫他出去 当然他是也叫我的这个监 监狱的番号 我那个番号叫做4046 说了 我还想 4046出去以后呢 他马上就给另外一个说话的 跟我说话的 年纪大的那个人 就开始暴打 一个下马威 我就眼睁睁的看着 这个警察的动作啊 这个 一个脚就从那个关节的部位 你知道关节是站的的嘛 一脚踢下去 那个人就站不住了嘛 跪在地上 嗯 我呢就是在旁边看嘛 他也不揍我 弄完了以后 关回去就是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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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么一个例子吧 就是因为两人说话 不能说话 要听共产党宣传的 要听那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的吧 啊 然后就是啊 当然皮肤之痛是没有了 但是饥饿是发生的 因为那个时候也是身体成长的阶段 你知道 16岁到官到19岁啊 嗯 每天就是吃那个包菜汤吧 喝包菜汤啊 吃饭包菜汤 萝卜头 枪毙人的时候给给吃肉 嗯 嗯 一次呢来了一个那个 18岁打群架的 被判死刑吧 每每个犯人轮流给他喂饭 啊 因为他手上戴着手铐 脚上戴着脚疗 重刑犯要枪毙的 所以他就是不能动的 啊 他坐在那 大家给他喂饭 啊 我也得给他喂饭 轮流喂 晚上呢 要轮流值班 生怕这个人死之前 万一说什么事情啊 喂他饭的时候 我喂他饭的时候 哎呦 这个年轻人 什么 泪流满面 他说我现在 啊 要就是 判死刑以后 还有上诉的机会啊 嗯 他说我不能死 我我还想活啊 然后就哭啊 就是就是期望能够就是上诉以后呢能够饶他一命 嗯 那个时候啊 司法都是杀人偿命 脑子就是这么回事啊 嗯 吃肉那天就是浴室的中午吃完肉 然后 然后大家开始五岁的时候 我们这个监房呢叫做第六号监房 耗子门就打开了 嗯 我托他走 他都走不动了 这个腿都摊下来了 拖出去 嗯 就是我遇到的事情 其他的啊 我关了大概两年多吧 在监狱里面 因为 呃 进进出出 实际上我到了最后已经是个老犯人了 嗯 他不是说我是小反的命啊 嗯 小反 嗯 但是到了最后那些人 因为都是大部分是拘留的 拘留完审查完以后 逮捕啊 逮捕以后就是要么就释放 要么就无罪释放 要么就大部分逮捕以后呢 都要送到劳改队去劳改 劳改的 嗯 我那时候待了两年 那个时候到正好到18岁嘛 嗯 他就宣判啊 说最后一年把我送到江苏省第十一劳改 对 也就在江苏县 啊 就是 判了三年徒刑吧 啊 那个同案犯 首犯 他是判了15年徒刑 嗯 啊 另外一个呢 是五年徒刑 然后我是判了三年 啊 这一路过来 你可以看 从出生的时候自然灾害到这个 啊 这个 很多的 嗯 嗯 非常坎坷 啊 非常坎坷 然后出来以后嘛 啊 那个时候啊 很巧 非常巧 学画的时候 啊 学画当然是很很小的时候就有兴趣 因为是我父亲是美编 出版社的美编啊 啊 小的时候就看他 他他是画梁花画啊 他也会做写美术字啊 也会做那种木课啊 有时候看他做写作品的时候就受影响吧 嗯 嗯 但是 呃 但是那个时候很小 你知道印象当中就是他他他喜欢做艺术啊 但实际上真正开始啊 下狠心啊 就是要学学艺术啊 就是呃 那个时候还是出从监狱出来以后呢 我妈妈那个时候在啊出版社那个负责一些啊 江苏省的年年宣 就年画宣传画啊 江苏省各县城调到那个江苏人民出版社来集中创作啊 每一年都有这个项目啊 大家都画一些那种啊革命宣传画嘛 那一年很巧 这个陈丹青就是嗯 啊当然也有很多的其他优秀的艺术家也被调到江苏省都是选拔上来的 我妈那个时候跟他关系不错 他把我领到陈丹青的面前啊 啊他说我儿子 啊你你教教他啊 啊他跟你学画 所以这个时候就认识他而且经常以后就跟着他他在哪画画什么东西 有时候会叫上我 嗯 我就在后面看 嗯 然后他上中央美院之前的时候我还问他借过一批那个那个素描作品 西藏写生啊 嗯 借了以后就是为了林某嘛 那个时候跟他啊 因为在江苏省实际上啊在啊画家和艺术艺术系统啊 那个时候陈丹青已经是呃非常出名了那大家都非常庆佩他是因为画的好画的好对说他是呃全国最最最最最厉害的画家了那个时候江苏是很吃他的啊而且他那个时候也是住在那个江苏啊法国大使馆就是那个时候啊 江苏画看我父亲的江苏画看我父亲不是创刊了江苏画看以后吗对江苏画看很有名当时是呃领头羊全国的领头羊对 是我父亲是我父亲创刊以后他们那个编辑部实际上就在住在法国大使馆高云岭五十六号啊那个时候陈丹青经常往那跑而且有一段时间还还住在那他是不是他的前妻是个军军队高干的女儿啊 他呃黄住您就住在我中央路上面我也在中央路啊但是隔一条马路只隔一条马路很方便对 他是呃就是江苏省军区的对啊那一带都是呃黄色的小洋房啊这些炮兵的干部啊嗯炮兵的参谋啊呃或者是炮兵的呃我具体不知道他的等级了啊 嗯嗯所以那个时候陈丹青从西藏回来以后呢我马上接到通知我老爸跟我说陈丹青回来他有一批画从西藏画完了以后啊他现在住在黄树黄树宁家里面那个时候我非常幸运啊然后就去那个黄树宁家就是隔一条马路嘛他把那个西藏主画总共六幅嗯画在纸上的嗯 画在纸上的油画啊我去的时候他把他正拿出来用那个湿的毛巾啊嗯擦那个画面啊所以每一张画西藏主画我最早就看到了嗯而且是在他去回中央美院之前嗯他从南京以后他就回回回回北京去嘛 带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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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带来这批画我我都看到的也是因为跟他圆化了然后我有时候会从南京四驱骑上自行车啊 横跨南京长江大桥 去江浦县文化馆 去 想在他那个文化馆住一段时间 切身体验 他的生活 基本上我那段时间的绘画 完全是模仿他 整个的把陈丹青 变成了我的偶像 所以后来他也给我写了一封信 就是他专门谈到这个 谈到这个问题 他说你不能崇拜我太深 应该向那个大师看起 写了两页纸 这个信我都还在 然后当然了 他也给我画像什么的 然后跟他的关系 那个时候就是 开始对绘画 而且对 特别是对 陈丹青的技巧啊 还有他 和他发生一些关系的上海 互派画家 有了一些认识 有一些响当当的名字嘛 但是他上了中央美院以后就没有进一步联系了 那个时候 我也就开始考学 考考那个 当时申请的是中央美院 解放军艺术学院 当然是没被录取 但是无锡青工业学院录取我了 我申请了三个 一个在地方 一个在 申请青工呢 是因为 有青工院美院的老师 也是 鼓励我 因为也是认识的 录取以后呢 就是 政审不通过嘛 政治审查 你知道无锡青工就是那个嘛 张恩丽以前也在那学的 当代画家 现在也挺出名的 也是青工业毕业的 没录取的原因是政审不过关 那个时候是79年 然后到了80年的时候 哎呦我父亲着急啊 因为我从牢里面 劳改队施放回来是没有工作 在家呆了有 76年放出来的 到1980年 考上南役 这段时间一直是 按照中国人说 就是游手好闲嘛 那他们看不起你的 特别是 我有这个政治背景 反革命的经历 所以在街道 在他们都是有登记 然后工作呢 是很难找到的 所以 我父亲就是 在这个关键时刻呢 就跑到单位里面 跟他们打了招呼 说的意思呢 就是说 儿子这个事情啊 反革命 这个现行反革命案件呢 是得到了平反 平反正书 因为那个时候 胡耀邦上台以后 你知道有很大一批政治犯 特别是反革命啊 政治犯都得到了平反的 这个 所以那个时候 他就说 跟那个政工部门 因为都是审查政审 都是有政工部的嘛 是 每个安卫啊 包括街道的这个 街道有警警部的吧 嗯 那个是怎么说的 我都不知道了 派出所 派出所 对 跟这些人打过招呼 平反以后呢 这个事情 不提了 也就是说 我在申请难易的时候呢 呃 不提我这个 政治的事情 嗯 然后就是 顺利的考上南义 油画 油画班嘛 啊 开始了 1980年开始 开始 就就就上了南义吧 啊 然后就就 走上了艺术这条道路 我八四年高中毕业 然后呢 八八四年的时候 我去了南义 去考中央工艺美院 嗯 考场在南义 哎呦 是吗 啊 然后我八四年去 我到南义以后 我从合肥这个三线城市去啊 对 土墙墙的 然后南义南京特别漂亮 南义更漂亮 然后食堂的饭菜 我对我来说就是太好不过的饭菜了 肉圆 然后小卖部还有 还有卖那种 就是喝咖啡的那当时没有咖啡杯卖 我还从小卖部出现那种咖啡杯的小商品 我觉得很稀罕 因为我们喝茶都不用那样的杯子嘛 所以我还买了四个咖啡杯 买回合肥 拜访了 拜访了一下丁义 丁义的化石 嗯 印象非常好 哇 八四年 八四年 那我是 八四年 我八三年就离开南义了 对啊 那时候你已经 二十之后了 对 到了南义以后 你是 我印象当中你是 娶了个英国人 结婚了 对 八三年的时候 八二年 严打的时候呢 那段时间 我跟那个认识了南大的英国留学生 这留学生原籍主籍是在意大利的 是意大利人 意大利北部的啊 但是从小就在英国生活的啊 然后跟他相爱嘛 然后结婚 结婚以后呢 那个时候 他这个啊啊啊 要返回伦敦的时候呢 啊 我就申请了那个护照 签证 要跟他一起走啊 然后就面临着退学啊 这是第一步 然后呢 结婚结婚以后退学 然后申请护照啊 然后跟公安局啊打交道 公安局呢 就是不不发签证吧 嗯 他说你这个事情 我们要调查一下 再调查 然后我们才能放你走啊 这个事情 因为当初要 我要是被留在后面的话 不知道这个事情 不知道最后拖到哪一天 嗯 当时我 我爱人就非常着急 跑到那个 英国大使馆 也跑到了意大利大使馆 啊 从南京坐火车上去 跟他们啊 说了这个事情啊 啊 他们非常痛情啊 然后英国大使馆 啊 这个参战啊 还是什么的啊 我这封信还有呢 就是当初写了这封信 给南京市公安局外事处啊 啊 专门啊 说说明说是 这个蔡元跟那个穆斯达结婚啊 申请出国是合情合理的啊 那个 我的妻子不愿意就是在 自己先离开 而不跟他一块啊 他希望我们一块走 嗯 所以火车从北京回南京的时候呢 没几天就接到电话 啊 说你来一次南京市公安局 我去去 去了以后呢 这个应该是外事处的这个 一个领导 啊 他说啊 我们啊 我们啊 收到这封信啊 啊 我们呢 就是实际上呢 不是不放你走啊 但是你过去的这个政治问题 啊 我们还要这个 啊 把他 啊 重新整理一下 那 我们还是给你签证的 这个时候我就 啊 内心里就是特别 高兴啊 啊 心想啊 总算 你离开这个地方 嗯 啊 他说我们还是要给你签证 但是我们只是 这个是只是借口 你知道吧 嗯 然后就开始教育我吧 嗯 他说你去英国这个国家啊 国家以前是没有文化的 他们把我们这个啊 圆明园 把我们这个国家以前的文化 都是一把火烧光了 你去那种地方了 哈哈 当初跟我这么教育啊 啊 我说好 是的 是的 啊 但是我心里面内心里真是 啊 啊 是这么想 就是说 我要是 跨出了这个国门以后 我就从此不会 回到这个 回来了 因为那个时候 吃了很多苦嘛 啊 你知道跟他谈恋爱的时候 啊 也是也要被抓起来 啊 是吧 啊 在马路上公安局里坐在公园里 和一个外国女性坐在一起 那就马上带那个袖章的人 啊 就上来 拿着个电筒 说啊 你你你 你们在一起做什么 啊 他就是要出来抓流氓嘛 嗯 就是要严打 就是 这怀疑嘛 嗯 然后就叫叫叫南义来领人吧 南京艺术学 我说我在上学 要领人 要证人 要证明 哎 这个事情烦了 那个时候南京江苏市有个外事处 我还记得那个那个那个女的叫蔡女士 也姓蔡 哎呦 申请那个结婚的时候百般刁难 我操 不知道要跑多少次 十次二十次 我操 各种各样的麻烦 然后最后就是 学校正宫 南义的正宫也是啊 跟我父亲谈 说你儿子还有最后一年啊 就是意思就是 还是不要走 但是我是以下了恒星嘛 因为那个时候在南义 我也我也确实觉得没什么好学的嘛 基本功 基本功 那个所有的功夫也就是在 陈南京那儿 启蒙了一下 所以其他的我也觉得没什么啊 除了最后一年需要学习啊 画更多的油画之外 我觉得还是到了国外以后 我可以看到西方真正的啊 油画原作啊 然后真正的能够体验啊 我们从以前在画册上才看到的东西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所以那个时候就下定决心啊 就是要 要出去了啊 然后最主要的原因也是为了 啊 为了逃避这个 怎么说呢 就从坐牢开始 从这一段经历啊 虽然上了大学啊 感觉到好像自己有了一条生路 但是最后也是因为种种原因 在南义也是被看为呃 坏学生吧 被留校查看一年吧 嗯 因为那个时候啊 改革开放了以后 那个时候大学生很自然的 特别是艺术学 那你啊组织一个舞会啊 啊 留头发留长一点啊 或者是 褲子穿成喇叭裤啊 嗯 啊 这些都是罪状吧 都是啊 认为你是流氓 流氓吸气 嗯 啊 然后你组织舞会 跳跳舞啊 这些都是把 他们把他们称作为是社会流氓 啊 说你把这些社会流氓啊 弄到我们大学的这个 学府里面来 就等于说是 污染我们大学嘛 啊 这 那些人说的话真是难听了 现在不可以想象啊 啊 就是说他们都有文件啊 都有写下来的 他们不能随便就是说啊 给你菜园一个处分或者是留校查看 他们也要用黑字白字啊 经过啊 老师 还有党委 政工科一致讨论最后 那要出来就是白字黑字 那个是非常荒谬荒谬了 今天看来当然是非常非常荒谬的 写出来的东西 嗯 然后他还怎么搞呢 他还去发动 书社里的同学 写检举信 揭发 说你菜园就是 生活当中 比如说 在我周边的一些同学当中 他们肯定知道菜园每天的 呃 行踪啊 就是有一些什么 所谓的就是道德败坏啊 这种你把它揭发揭发 检举揭发 这一套东西你知道 还有文革 啊 还是文革 那个时候已经文革后了 但是这人的脑子永远是文革大脑 嗯 所以这是种种的 在我今天看来就是种种的迫害 你懂吗 嗯 所以这一系列 从 坐牢一直到 就是到了难以也没有 一帆风顺 一直到了结婚也是 啊 种种波折啊 嗯 把我压的就是到了最后 我就是当初就是拿到签证 我就不要再回到这个土地上来了 嗯 有这个恒星啊 对对 因为你的成长过程太 对 太这个这个 这个 太非人 对 太产无人道 嗯 嗯 后来我竟然回去 那就是我七年以后 在英国七年以后 我生了我的大女儿莉莉 嗯 我是为了带她回去 见见我的爷爷和奶奶 嗯 那是我留英七年以后第一次回过 哇 我 原来就是不想回去的 这个地方把我害的坑了 呃 就是就是这么 那你八三年就来英国 对 那就说在大陆人里面 没有大陆人里面 你是非常早非常早 对 没有人 几乎没有人 到英国的时候 呃 除了有一个中央美院和陈丹青同班同学 汤墨黎 你知道汤墨黎他他父亲是 啊 汤小丹吗 就是一个电影导演 导演红日的 啊 啊 汤墨黎的话我记得有一个霸王别姬是吧 对霸王别姬 还有画了一个针灸啊什么的啊 啊 那个时候他是陈丹青的中央美院的同班同学 他是在皇家美院 嗯 皇家美院我到了英国以后第一个认识的他 他是官废 嗯 官废学生 啊 其他的中国人都都不知道在哪 没有 没有没有在早的 八三年非常早 嗯 非常早 嗯 你到英国以后你第一个第一个就是让你很印象很深的事情是什么呢 那整个一个不同的世界啊 嗯 你想从南京那个时候是八三年的南京啊 还 嗯 还没有完全改革开放是吧 没有 对 所以你你到了英国以后感觉是一个不同的完全是不同的天地 那完全是不同的世界啊 而且是西方世界 确确真实的展现在你眼前啊 嗯 你的眼前看到的简直是感觉到是啊 梦想成真啊 啊 嗯 特别是啊 回到英国以后当然因为啊住在农村吧 啊 所以啊 英国的农村在Sussex啊 那个那个地方风景非常优美啊 所以有时候上伦敦来有时候啊去看那个画廊国家画廊 嗯 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啊 啊 反反核打游行 嗯 嗯 啊 因为那个时候住在村子里啊 看不到多少人啊 啊 村子里的人为了反对那个啊 反对那个核 核 核武器啊 他们就是啊 组织起来坐火车啊 加入到伦敦来 嗯 很多的农村地区全部跑到伦敦来参加那个大游行嘛 嗯 反对 沙切尔啊 所以那个时候啊 到了英国第一件事情就相当震撼 因为中国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游行啊 嗯 除了国庆大游行 哈哈 对 对 对 宰哥宰我 宰哥宰我 那是毛主席共产党啊 那是嘉年华 这边都是什么打倒什么 撒切尔 撒切尔 撒切尔下台 不许和 不不不用不用和那些 那些稍微极端一些 就是围着那个核电站 嗯 去铁丝网 捡铁丝网 啊 那些人坐在那不动 嗯 安营杂寨 那个时候我就可 可是建设了 英国的 啊 游行和民主啊 嗯 还有那个人民就是 啊 直到今天你都能感受到的这一路 啊 40年之后啊 当然 啊 面对的问题不一样 啊 呃 但是 横跨40年 这一路都是 啊 呃 英国还在走他的 这个这个呃 坚实的 还有这个 民主和自由的道路 这个是绝对是 确实的 啊 每个阶段都是不一样 啊 嗯 当初的刺激是非常大 然后待了一年以后呢 我就是觉得 啊 啊 我该去伦敦 啊 不能再想想太太太优 优雅了 那个地区 优贤优雅 优贤对 嗯 所以去伦敦那个时候就 啊 发现街头有那个画像 嗯 因为你首先要谋生吧 那时候是83年84年 是吧 呃 应该是84年了 我在农村活活呆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嗯 啊 所以到了伦敦以后啊 主要是看见那些街头有画像的 所以我想我应该加入他们 可以 呃 开始谋生 你知道 嗯 因为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 呃 来英国的这些华人嘛 除了就是 起盘子啊 去给人打工啊 呃 就是我看画像这个东西我还是能能胜任 所以就是加入了你知道最早的那个地点 我发现那个地点就在那个 Pickdilly Circus就在那个Barclays Bank的前面 有一个屋檐屋檐下面 那那那那有几颗柱子 对 窝了一大批人啊 有这么十来个人 所以我就拿 买了那个架子啊 往那一放 呵呵呵 这些人妈的 呵呵 欺负我 呵呵呵 他说你不能来这儿画的 啊 那那那那哪里来的 哈哈 南京来的 呵呵呵 他们要赶人的 嗯 嗯 啊 想他生意 躲躲离他们挺远 嗯 不能靠近的 因为最好的位置 最主要的 呃 位置 他们占据 啊 你这个从来不知道 哪里来的人 你靠边站啊 所以那个时候 躲在边边角角 而且也不敢 就是明目张胆的 问人 嗯 也不知道怎么 那些人都是游子了嘛 街头游子了嘛 嗯 嗯 就这么开始混了 啊 混了一两年 也就稍微熟悉一点 然后有时候晚上 经常是晚上出动 啊 然后白天呢 就去 啊 啊 亚非学院啊 还有啊 看书 嗯 学院里的书啊 当时看了很多 啊 啊 香港 香港的杂志 曾鸣啊 还有一些杂志 特别有意思 嗯 然后白天就去 那个 你知道在 派肯 我住在派肯那一带 就是 呃 Elephant Castle 也就是 呃 南伦敦那一带 嗯 所以那个 对 我知道 我知道 那边还挺乱的 对 那个地方 黑人挺多的 嗯 嗯 呃 有一个学校 叫做 叫做 呃 魔理学院 所以我就申请他们的 呃 课程啊 呃 有个艺术课程是雕塑嘛 魔理学院 亨利摩尔工作室 嗯 所以我在那泡了一年 来伦敦以后 白天就是这么干 晚上就去画像 啊 呃 然后就是 呃 在在在伦敦就是 差不多 呃 也算站住脚吧 嗯 那个时候汤姆里还介绍我 认识了一个 更老更老来到 来到英国的这个 呃 女艺术家 啊 华人 呃 对这是华人 他在那个 Campton呢 有一个店 这个店呢 他是 他自称为是画廊 但是里面卖的东西 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剪子啊 嗯 还有 呃 中国的这种商品 包括他个人自己画的一些画 啊 这华人当初我挺后悔 也就是说没有 呃 汤姆里介绍认识 然后我在那 最先的时候 在他那住了一个星期 呃 很后悔 就是说没有 对他 有进一步的 对他的经历啊 怎么怎么来到英国啊 啊 有更多的了解 但是那个时候在他家里面 呃 过道理啊 他会告诉我 哎 你看我这个 这张强壮这幅画 是那个 无作人的画 啊 哦 有这个 这个 这个 随随随的画 啊 嗯 有一些名人的作品 就是 估计也就是说 他以前在国内是学艺术的时候呢 跟这一拨人 因为那个时候 呃 他也已经是 呃 五六十岁嘛 嗯 跟老一辈艺艺术家是 学艺术的 这是同龄的 他叫郭南斯 啊 结婚了一个 啊 英国的老公 啊 嗯 啊 就是认识这么这么一个最早最早的 啊 还有一个叫费成武 你听说过老费啊 啊 费成武他是那个 徐悲鸿的高足 徐悲鸿的学生 哦 他们俩夫妻俩就是 啊 四九年以后就是 没有没有离开伦敦了啊 就住在英国啊 然后那一段时间是有一批啊 也不是一批 有个有有有有这么几个 嗯 中国啊 啊 四九年前后 在英国扎根的艺术家 啊 中国来的啊 包括这个费成武 熊世辉 还有啊 啊 还有一些 啊 最近有一本书 出来就是专门写 啊 这个 四十年代 啊 在英国的 啊 这个 文艺 也就是文化艺术人士 嗯 这本书我还没读 但是 我很想就是拿到这本书读一读啊 因为四十年代啊 离开英国和扎根英国的这批人 也就是说我们这批从八十九十年代来到英国 也就是第一 下面这一波移民的啊 海外艺术家啊 他们的经历对我来说 从现在啊 回去再看啊 我觉得可能是非常有意思啊 对中间隔了三十年没有人出来 他们是民国时期来英国 呃 不是 四九年以前是民国呀 对 呃 他们是徐悲鸿那段时间 也就是说 呃 四季初 嗯 二十四季初 嗯 第一波 到西方来求学的艺术家 啊 呃 在 呃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刘英的中国艺术家 当时有那个 呃 还有萧树芳吧 无作人的老婆萧树芳在slate 嗯 跟黄晓鹏 在 黄晓鹏在slate学过的 对 嗯 然后更早的有那个吧 那个 中国最早的油画大师 叫什么呢 呃 我都忘了名字了 四九年之前学成以后都回国了 啊 那你后来怎么决定报考那个皇家艺术学院呢 实际上我伦敦的到了伦敦的第一年啊 我就我就想考南南京啊考那个 皇家皇家美院 嗯 嗯 所以那个时候拿着我在南亿的那个 呃 以前画的作品吧 嗯 都是一些写生啊 油画啊 还有一些术写啊 跑到 那个时候我还记得那个老教授叫Peter DeFranche 嗯 嗯 这个原来是个法国籍的啊 是绘画系的 实际上就是绘画系主任 教授啊 他看了我的作品 他说你这个作品是实际上是对自然和这个现实物品的这个拷贝 嗯 你就是写实嘛 你就是操啊 你只是表现你的技巧不错 嗯 他说你这个技巧当然是 可能有很多人做不到 对不对 因为我那个时候南亿已经上了三年 油画系出来了 所以在技巧上是 他认为是啊 应该是呃 没有问题 他呢 就是说 他说但是你要报考皇家美院 我认为还是不够 他说你这个绘画 应该更多的发挥你的想象力啊 你应该有更广泛跟野心勃勃的这个创造 嗯 啊 这个时候你来考皇家美院 啊 我现在不能接受你就是说你拿这个这么一个活生生的写实的素描人体来来来考 嗯 嗯 你没有呃 更复杂 更这个呃 富有想象力的工作啊 你需要培培养这个 我建议你先上一个 再上一个BI也就学识学位嘛 嗯 所以我因为不收嘛 我就申请了一个BI 嗯 申请BI 啊 当时报了两个呃 报的这个学校啊 Chelsea School of Art 查尔 就是 Chel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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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所以在那儿学学了学了以后毕业啊 毕业以后就马上就考上皇家美院啊 紧接着就上了实际上的啊又上了三年啊本科又两年的这个MA 嗯 但是那段时间作为一个中国的来到英国的学生啊除了啊啊啊英语的水平是有限啊生活上的情况也是和这个本地的学生是完全不一样的吧啊 嗯 所以往往虽然工作非常努力啊出的作品啊比他们要勤奋很很勤奋 但是最终也是因为啊你你是从中国来的没有这个文化和啊 和从小就从年轻时代就就形成了这种啊生活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像个外星人就是对外星人来到了也就是说进入不了他们这个沟通阶段 嗯 虽然你跟他们是在一块学习嗯啊每天见面然后互相学习嗯 也就是说有时候会互相影响 但是完了完了呃 完了这个工作室以后呢 他们肯定要去喝酒 中午啊晚上啊啊啊我那个时候根本就是从中国一直活到活到20多岁都都没去过酒吧没喝过酒 哈哈哈哈 根本根本就不不不不行的啊 而且都是觉得你那个花这个花这个两三个小时一晚上泡在酒吧你不想你的艺术不做你的艺术你你还不如把这个晚上这段时间用在你的作品上 哈哈哈 我那个想法你知道吗 很勤奋 不对 嗯 浪费浪费时间嘛啊 嗯 跟那个时候考南一样的 考大学一样的 那些学生都是这种这种脑筋你知道吗 努力啊就是努力啊 那一到晚上就跑到那个工作室跑到跑到晚上还要接着画素描呢 对对对对 画实高像是 是 哈哈哈哈 生怕落在别人后面 对对对 继续的脑子的不不没有开化 嗯 自以为是在努力实际上没有和这些啊当地的学生啊你比如说在Chelsea出来的这些啊现在很成功的啊艺术家 黄家美艳出来的很YBA这些艺术家啊都是我的前后的同学嘛 克里斯奥菲里克里斯奥菲里还有个故事你懂吧 嗯 跟我一段故事 我在Chelsea二年级的时候呢 这黑人小伙他刚刚报名申请Chelsea School 哎有一天他在我的画室的后面 看看看看他不走 不走不走就老半天时间了他不走 然后旁边那个有个导师啊 他就来跟我说了啊 他说菜你能不能停下你的绘画啊 他说这个学生对你的话很有兴趣 你能不能跟他沟通 就是有一个交流吧 嗯 不要往事就就像中国人是就 就画画画画画 看就看呗啊 对 不理不理爱你不理 对对对 也不答应 这个人就是克里斯奥菲里 OK 啊 后来他就顺利考上了吧 考上了以后我毕业那年 而且我毕业的成绩是全校你知道 这first class 哇 就是一级学士学位 我那个时候英文英文的那个啊 写的论文根本就是我估计是肯定是 不会合格的 跟那些英国学生比起来是而且是啊 应该是很差的 但是就是因为绘画 嗯 一级学士学位 每一届也就是一两个人可以拿到的 嗯 然后另外一个雕塑系的就是Gavin Turk 你知道Gavin Turk 我知道画那个 他那个时候雕塑系 他的毕业作品就是啊 一个蓝色的那个移物的 移物的圆形的那个盘子 上面写的Gavin Turk 19几几年在这工作啊什么的啊 就那个艺术家 嗯嗯嗯 就是Chelsea那段时间出来的 然后上了皇家美院啊 前后一些同学啊 现在当然就只能说是出名的了啊 其他的都是淹没掉了啊 嗯嗯 你只能只只能这么说了 比如说Chelsea Min啊 查普曼兄弟啊 嗯 一些就是站在英国的啊 啊 90年代年轻艺术家行列里的这些人 实际上我们都是啊 啊同时在工作室前后的艺术家啊 属于说是Same Generation同辈 嗯嗯 但是就是因为不是因为 融不进去嘛啊 当然那些艺术家出来也是因为有原因的都是啊 那我看都是应该说是不好的学生 这个都是都是些坏学生 对要不是都说坏孩子嘛 哈哈哈 坏要打引号的啊 是打引号的啊 那些好学生 我在皇家美院两年 153年 那些好学生 出不来 什么好呢 就是我说的所所谓的好 按照啊 这个这个 啊 行当里的 就是 学院的要求 美院的说法 就是说 那些学生都是走党的路线 什么路线 不是走了党的路线啊 啊对啊 绘画系学生嘛 他跟跟着党的路线 他有一个party呢 就是说你 每个学生都有他的啊 比如说画抽象的 具象的 形象的啊 还是做一些观念作品的 都有前面的榜样 嗯 嗯 他是跟寻党的路线走的 嗯 就是在这个条条框框 在西方的传统英美的这个大师的框架下面 你能看出 他走出来的道路是按照那条巡规导句啊 他作为一个学生啊 正在向这个 这条路线发展 嗯 而那些最赖的最差的 那些 比如说想想被开除的那些人 嗯 那些人到最后就站在最最高峰 最前沿嗯 就是这样 对他他是反叛嘛 他越反叛 就是当代艺术的其中的一个特征 嗯 他越反叛 你看出来他的作品不一样 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 很多雕塑的学生他会哪怕是具象或者是 啊 极简主义的雕塑啊 他总有一个 呃模式 你可以 感受到感应到 啊 从视觉上 但是你 Gavin Tuck的弄个圆盘 嗯 挂在那 嗯 差点被开除他 他说你这个圆盘就上面写了我在 这的工作 就我是名人 名人的那个圆盘 而且他写上Gavin Tuck 雕塑家 Sculpt 对对对 这件作品是非常非常棒 我认为 嗯 就是说明一切问题 对 他也不要去雕一个脸啊 或者是弄一个方块啊 这么东西啊 啊 然后那个查普曼兄弟也是的啊 毕业展览 实际上他弟弟是按照党的路线画抽象画方块块 嗯 完全在框架里的 而他哥哥 嗯 他哥哥比较有那个 啊 啊 怎么说呢 只能说是intellectual 就是知识分子性 嗯 嗯 这个人善于啊 善于发掘啊 啊 有 有意思的东西 嗯 你比如说他毕业展览 嗯 就是 放了一个荧光灯 嗯 就是 吸引那个苍蝇的 就这么东西嘛 挂在墙上 嗯 苍蝇嗯 去了以后 他就滋滋滋的就扑上去 嗯 就这个作品 嗯 嗯 也是因为这个作品出 出奇 是不是 你觉得非常出奇 是不是 按照我当时的想法和我走的路线 都是觉得非常不一般的 不一样的 学生啊 因为我当初还不认识到这件作品 啊 包括很多艺术学院的老师 都是要把他给开除掉的 嗯 哈哈 他们那些老老师也是传统传统过来了啊 所以这些人 我说的就是坏学生就是这么这么一个路子啊 打引号的坏学生 那你不要说Demian Hurst的那拨人 对不对 嗯 当然是会有美学啊 我也会有啊 啊 我观念性是最主要的 我觉得90年代啊 年轻艺术家 英国年轻艺术家的观念性啊 是他们突破 从艺术上 视觉上的突破是最主要的 嗯啊 当然其他的比如说 啊 沙奇的吹捧啊 或者是媒体的这个曝光度啊 还有这个 当时对年轻人的 啊 需求和热 热度啊 都聚集在一块的时候呢 啊 这拨人就是 被炒作上来的 嗯 所以大概在英国的 学历大概就是这样 因为 跟那个南京艺术学院 跟中国的教育 是完全不同的路 是吧 是 所以你从这个 比较里面来看 也就是说 国内80年代 那个时候 你只知道印象派 最多最多 那个时候 跑到南异 那个画 在画室里的 都是苏派啊 啊 张华青啊 或者是南斯那边 有徐明华 苏派啊 然后有一些 马克西莫夫 训练班下来的老师啊 那些是最高档的啊 最高层次的 是值得你学习的 但是好就好在 我能够认识陈丹青 嗯 嗯 然后从他那儿啊 学了不少 这个技术上的啊 然后就是啊 啊 这个80年代啊 去图书馆借书 那个时候借不出来的 你只能在图书馆 然后有一天跑进去 说是有一本很厚的印象派画册 拿到手里就扔不下来了 嗯 但是看到的最新的东西啊 嗯 最新的东西 但是到了西方以后 那整个美国欧洲 全世界的东西 净收眼底 全是大师 对 跑来的你比如说 你在大学里 你要点哪个大师 培根大师 你来指导我 那些可 可以客串啊 嗯嗯 来这么几天 嗯 来这么一天了 所以你接触的东西 而且 在九十年代这段时间 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 啊 在艺术这方面 也是实际上是西方 自观念和啊 极简艺术之后 啊 返回到啊 返回到 形象绘画这个世界 特别是九十年代 八十年代末 不是九十年 八十年代末啊 所以那个时候看到的东西 有来自 啊 美国和欧洲的大师 啊 各种各样的展览 然后学校 就是啊 老师就是带着去看啊 那个时候 然后印象最深的 也就是八十年代 啊 在查尔斯美院 这段时间 印象最深的就是 修连希拉伯 希拉伯 希拉伯的绘画 希拉伯那个盘子 嗯 当然其他大师 你知道了 来日啊什么东西 上课的时候都看过 毕加索都不要 不要看的 嗯 没什么信 你要看接触 要看最新的啊 嗯 看当代现代艺术 怎么撒开一条血路 是真正的英雄人物 那个时候 希拉伯就便是 家喻户晓盘子绘画 扎碎了以后 嗯 在画布上 然后画 我操 噼里啪啦的 对 在那个Watt Chapel 嗯 看了以后热血沸腾 他买了画车 我操 我不会买 花了好多钱 都买了画车 不会是什么毕加索画车 什么 雷诺啊画车 不会买 那个画车不买不行的 得研究我操 哈哈哈 属于开天PD的艺术家 对对对 我感兴趣这样的艺术家 哎 还记得有一个 有一个日本人 有一个高高大大的日本人 是希拉伯的助手 你记得吗 哦 那个哎 你怎么知道他 我跟那个 克里斯 住的时候 他 他是 克里斯的朋友 对 所以我见过他 一两次面对 嗯 这个是这样 希拉伯那个时候到皇家美院来访问 他有两件事情 皇家美院都知道了 第一个他跟绘画系打电话 他说 我想见 培根 他是大师 然后 当然绘画系就是 把培根的电话给他嘛 你跟他联系 你你应该介绍 培根估计也是关门 关门闭门画画画 然后他也 他是那个 那一代的 艺术家 你知道他接触的范围也是有限的 我也不知道他认识不认识希拉伯 但是那个 希拉伯那个时候已经是 啊 啊 烈日当空了 啊 九十年代 第二天 学校里就传为佳话 怎么回事呢 培根说 他说我我想来拜见你嘛 培根 啊 当然具体的说话的 这个录音我也不知道 但是他们特别津津乐道的就是 培根回了一句话 Rubbish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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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没见上 啊 但是呢他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把那个 他看上一个日本学生 因为那个时候皇家美院 都是画巨幅油画啊 巨幅尺寸非常大 这流行画大尺寸的绘画啊 因为这个东西不仅有那个体量感啊 呃 体量能体量而且有那个视觉冲击力 只是因为尺寸的问题啊 这个日本学生呢 画的画跟希拉伯是一样的大 甚至比希拉伯还要大 哈哈 而且风格也挺接近 是一种抽象啊 还有啊 啊 有一点像 也有一点像法国的他PS 那种抽象的感觉 东方 东方性也融入在其中啊 所以希拉伯当时就跟他说 他说你 你愿意不愿意跟我去纽约发展 小伙子二话没说 你才是第一年学生退学嘛 嗯 跟希拉伯走 后来就不知道了 嗯 对 当然大部分的学生都是我我前面说过的都是 毕业以后 啊 那个时候汤姆黎很早就跟我说过 因为他上过皇家美院 他给我写信的时候就说 哎呀你看我们啊 那些同学毕业以后啊 就就会去仓库里打工 会去餐馆里打工 然后租工作室维持为了为了继续绘画啊 为为了维持这个工作室租金 这么干的啊 很多人干了十年二十年啊 有有有决心的就继续干 没决心的就改行了嘛 嗯 所以大部分从艺术学院的就是这样 他们的路子就是结果就是这样啊 嗯 个别的能够以作品谋生 那是很少很少的 这个这个反正大家都是知道的 百分之九十九就是 九一年呃我到伦敦来呃我我就找你啊 对了 找你然后 你当当清楚 我在ChamptonTown跟你见面的 对对对对对 去你去你 年轻小伙子英俊 销售英俊 在Champton地铁站跟你碰头的嘛 对对对对 然后 去我那个 Tao Block 对对 楼啊 哇我那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呃拜见就是绝对是拜见元老啊 九一年也也现在算来也是很久很久了 嗯二十年 对三十年三十三十年也三十年了对吧 三十年前啊三十年前 后来我们俩去了牛津做那个行为 哦对了对了 有很多事情都忘了经历的东西开 开提也去了 那是不是那一次好像开提也去了 那一次是因为你跟那个朱青生我那个时候不认识朱青生 嗯 我出国早八三年出来 你是在八五八八八九之后是吧 朱青生因为我八六年 八六年我跟西建军 啊我跟西建军他们在北京大学做那关联二十一的行为艺术 嗯 朱青生 嗯 是这个给我们带的 对 朱青生的时候已经是留校的年轻 特别有才华的 年轻教师了 啊 嗯 嗯 嗯 那个时候还有 孔长啊 什么敲锣打鼓的什么 哈哈哈 热烈庆祝 所以我们认识老朱 你那个时候认识国内一拨人 嗯 我出来太早 所以后来牛津那次不是 当时还是你的主意要是做一个现场吧 嗯 你还记得吧 啊 细节我忘 细节我忘 嗯 欸 有一个你想做一个呃呃就是死亡的现场 嗯 就躺在地上不是画那个外形吗 那白线 犯罪现场 嗯 啊 然后那个老朱我们不是约老朱 我记得很清楚在那个Charing Cross有个酒吧里 嗯 啊 我这个 他这个稿子我还在啊 他当时就是写了这个关于这个 呃我们这次计划他提出的好几条建议 如何 哇那很珍贵 嗯 那稿子还在 老朱对 哎呦太珍贵了 嗯 什么时候拿给你看 哎 我我跟他有微信联系 我把他微信推给你 对 你你跟他说 你说我有你的稿子 老朱 他现在在北京大学做那个 这个艺术档案 对 啊 对 我和西建军还去北大讲过一个课呢 他请我去 对对对 然后放那个 啊 mat for real 疯狂真实影片的时候 有一个学生中途站出来说不看 说这个这个这个 感觉到非常愤怒啊 怎么就是 丢我们中国人脸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北大的学生 老朱 老朱的学生 啊 所以那个时候 老朱 在那个 牛津 他做的作品 我是非常有印象的 他就外面 牛津展览馆的外面挂了一个牌子说 所有这些人的作品 里面的作品和我无关 嗯 列了个牌子 很有意思 嗯 然后我们进去不就是做的 啊 这个现场吧 啊 死亡现场啊 啊 当初那个 啊 画廊的美 美术馆的馆长 David Elliott 他这个人老跑老是跑中国的啊 啊 跟很多中国艺术家啊 策展人就很很很紧密的关系 嗯 啊 最早是牛津呢 然后去了日本的 啊 Ori Museum 就是大博物馆 然后去了瑞士啊 大博物馆馆 啊 现在现在退下来 他那个时候我们做这件现场行为的时候 当时是有人向他汇报 你知道吧 嗯 汇报以后他的当时的决策是非常好的 就是让我们继续进行的 嗯 后来不是没人 没人 就是没有人管我们 对 说啊 你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啊 因为这个突发的行为 我是非常喜欢突发的行为 嗯 啊 比如说跳床啊 这些这些东西啊 很有刺激性啊 突发的行为 啊 博物馆不在博物馆的 啊 节目 program 嗯 之内他都要 要要要 呃 馆长都要都要 考虑的 对吧 啊 不在他的这个计划之内的东西 啊 他决策之后 他说 这件作品就是 呃这个 就是 呃 中国前卫派的一部分 嗯 他后来还问我要资料的 嗯 他说你有没有这个 当时这个在现场做的这些行为的作品 因为他会经常去其他的博物馆 讲解他在牛津这段时间所策划的战略 嗯 他在牛津的时候 呃策划过苏联的前卫 中国的前卫 这两波子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从中国前卫来看 我们看到的 都是 呃 现在的大师啊 或者是已故的 黄永平啊 陈真啊 蔡国强啊 都是在牛津的前卫和 中国 啊 中国的这个这个 展览最早就在牛津 现在一直 进行的 嗯 嗯 对 牛津那次就是这个 对 做做的做的行为 嗯 好像是93年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93年 对 30年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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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 有没有累 要要累的话 我们 休息一下 然后下 再找一个时间 对 不是 再找一个时间 然后呢 再找个时间再聊 再聊 重点聊一下 跳床 嗯 重点聊一下跳床 就是这个 从90年代 到现在 啊 对 中间的那些 在艺术 如果是在艺术这一块的话 对 我是 还是说非常熟悉 因为就在这个环境里 成长 学习成长 然后 呃 呃 然后这 在英国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组织 那个派 那个 因为有很很复杂的 啊 国际主义啊 身份啊 移民啊 呃 多元文化 这个 冲击力 嗯 啊 啊 这些问题就是 很 很丰富 对 90年代的这个 很多事情 年轻英国艺术家 对我影响也很大 不仅是这个东西啊 那个是主流吧 嗯 在主流之外的新国际主义 侯汉罗布什也杀到伦敦来了嘛 伦敦是一个最主要的国际战 嗯 新国际主义的发源地啊 啊 那个时候和很多的黑人印度籍 啊 加勒比海 呃 Caribbean 这些所有的艺术家 也实际上也是轰轰烈烈 但是都被埋没在下面 但是他们呢 就是啊 呃 强调身份政治 嗯 所以这段时间是非常复杂和 呃 非常有意思的历史阶段 嗯 那个 都是在那段时间出来的 对 对 嗯 其实 非常丰富 嗯 非常丰富 嗯 你看 你在黄义的时候 那个有没有 嗯 照片什么 我想用你在黄义的照片 先作为封面 有啊 有啊 有毕业的 毕业典礼的照片 有那个 嗯 有一张 毕业在哪 你选一个 你选一个发给我 你这么几张对 啊 选一个发给我 作为那个封面 啊 啊 作为封面 嗯 嗯 那个 我觉得 老蔡我觉得 你 你聊个 三次 我觉得 我觉得都不够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 因为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 内容 特别的多 你的信息量 嗯 嗯 是别人的好几倍 嗯 听到别人的好几倍 嗯 都四十年了嘛 是 好几好几 三十年河东 四十年河西啊 哈哈哈 马上要七十了 哈哈哈 错终复杂 错终复杂 不得了 嗯 哎 你看我们聊了有一个半小时 是吗 啊 一个半小时 刷就过去了 哈哈哈 细节还没聊呢 哈哈 还没聊 好的好的 嗯 我们 我们再约一个时间 好的 嗯 再一个时间 我 我觉得至少三次 呃 约三次 哈哈哈 那就现在 那就现在 那就现在啊 好 好 晚安 再见 再见 我把这个 关掉 OK